联战这两字在台湾绝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作为台湾前副领导人的他 已有87岁的高龄 近年来更是因为健康问题频频出入医院 令人担忧 好在他身边一直有妻子联芳宇的陪伴 身体也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逐渐好转 那么 在他身上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联战的故事 台湾前副领导人联战这两年进出医院多次 2021年才治疗癌症 前阵子又住进家户病房 联战的妻子联芳宇近日发表奇迹一文 诉说这三年来联战的病况 联芳宇说 联战三年来生了三场大病 第一次是心房纤维颤动 因此使用抗凝血剂降低中风的风险 但由于连战患有肾结石 摄护腺肥大及后来发生的摄护腺癌 因反复的放射治疗 经常发生血尿因而频繁进出医院治疗 于是自行停止服用抗凝血剂让血尿暂时消失 但造成了日前发生的小中风 联芳宇说 2022年6月10日下午 联战与他刚游玩涌到住家附近的发廊洗发 联战突然虚脱地瘫在椅子上 他一摸才发现他双手冰凉 冷汗直冒 本来要回家先处理再致电医生询问 还好当时洗发店的一位女士说连战情况很危险 要马上送急诊 现在回想 如果我当时那样做 可能他和我就要天人永隔了 联芳宇说 后来连战紧急送台大急诊 一粮血压高达238 让他心惊胆跳 双手发抖 四肢无力 等联战照完CT 心脏超音波等 立刻被送进加护病房 经过密集的检查与各科相关医生的治疗 联战在住院15天之后出院回家休养 事后 联芳宇非常感谢当时提醒他赶快送联战去台大急诊 并临时帮忙安排医生的台大教授陈长芬的救命之恩 他进发廊后发现联战情况危急 虽然不相识 却立即拔刀相助 提出马上送台大医院的建议 后来陈长芬跟他说 我是台南人 我曾拿到六次联亚堂先生奖学金 联芳宇还表示忽然间他领悟到天父是如此的眷顾他们 不止一次的显现神迹 2010年11月26日联战的儿子联圣门遭人袭击 奇迹般的生还 此次联战又遇到有如天使般的救命恩人 这是主的恩典 主的神迹 虽然他从未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但主却宽容地原谅他 没有离弃他 其实早在2019年 联战的身体健康就曾亮起红灯 2019年3月22日 据媒体报道 联战当日中午被捕捉到现身中山医院 他当时穿着黑色西装 坐着轮椅 被两名幕僚推出医院 似乎是可以低调就医 令人意外的是 短短两个星期前 联战才合政圈人物包括马英九 吴伯雄 朱立伦等人参加团拜 高龄83岁的他神采异议 不料如今突然出现在医院 引发诸多揣测 针对相关传言 郭素春赶紧澄清 联战是游泳时不慎拉伤肌肉 造成轻微发炎 其余并无大碍 据悉 虽然联战紧轻度拉伤并不严重 但暂时还是需要靠轮椅代步 提到连战 就不禁让人想起他与妻子 连芳宇的爱情故事 连芳宇原名芳宇 他出生书香门第 两岁时 父母举家从内地迁往台湾 那是1946年 大陆还在战火中 到台湾后 父亲在台湾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 母亲是中学老师 在父母的引领下 连芳宇宝读诗书 初中时就已经发表文章 高中毕业后 他依父亲愿望 考入台湾大学职务并重新 适逢台湾举办悬美比赛 连芳宇报名参加 凭着娇好的容貌 出众的气质 一举获得中国小姐冠军 被派往美国参加国际赛时 在华盛顿参加活动时 有位先生教连芳语看向 男士要有群骨 即是事业的表征 声音要沉稳 代表负责任 眉毛则是浓而其整 年轻的连芳宇一笑止之 直到那天 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他莫名地心中一动 回头看时 面前站着的青年 身材齐长 颧骨明显 浓眉下一双大眼 戴着眼镜 斯文如雅 一瞬间 似曾相识 他们都没有认出对方 其实 两人算得上青梅竹马 因父母兼护友往来 连芳语小时候 经常到连家玩 连战比连芳语大八岁 在他眼里 连芳语是个可爱的小妹妹 没想到 他到美国求学六年 他已亭亭玉立 重逢令彼此惊奇又兴奋 许多年后 连芳语这样回忆 他开车的姿势潇洒极了 操作自如 专心而不紧张 方向盘在他手上 出奇的灵巧安全 没有谁开车 像他那样漂亮 我一路专注欣赏 他开车的样子 享受他低沉稳重的声音 隐隐人有种把自己交付给他 必然相当安全的感觉 连战的内心也起了波澜 十九岁的连芳语 用智慧和美丽俘虏了他 他回到台湾后 他的信马上追了过去 红艳传书中 彼此越来越缠绵和依恋 头上顶着中国小姐的光环 连芳语也被媒体追踪着 不久 他和连战交往的消息被披露 反对声不绝于尔 面对批评和责难 连芳语只能默默流眼泪 在父母规劝下 他刻意减少地写信 大洋那边 连战收不到信 一级之下 他把学业一丢 不管不顾飞了回来 每天到连芳语家报道 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婚姻 连战父母到芳家恳求 让连战和连芳语先订个婚 好让他安心继续学业 被连战用情之身打动 连芳语一再向父母保证 不会因订婚影响自己的学业 他们忠于应允 1964年 连芳语从台大毕业 申请到美国七个学校的奖学金 他选择了离连战最近的学校 一年后连战获得博士学位 一个29岁 一个21岁 那年9月 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被父亲挽着手走上红毯时 连芳语眼含热泪 隔着面纱 他看到红毯那端 他的战哥在等着他 那一刻 连芳语下定决心 战哥和我 从此天长地久 恩爱相守 共度一生 婚后 连战走到哪儿 哪儿就是连芳语的家 他去威斯康星大学执教 他就拎一只小皮箱一同钱马 他转去康涅迪格大学教书 他也转去康大继续学业 1967年 长女慧心出生 初为父母 辛苦又甜蜜 因连芳语还在念书 连战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 张罗隐时 为哪换尿布 连芳语对他 既信任又依赖 在连战的支持下 连芳语顺利拿到了 康大植物生理学硕士学位 闲时 他们就带着女儿到加拿大 波士顿寻优访圣 在连芳语心中 那是最理想的生活 然而 出身政治世家的连战 注定要走向更大的舞台 1969年 应台大校长钱斯亮之遥 连战返回台湾 任台湾大学教授 政治系主任 尽管不舍美丽的康大 连芳语还是带着女儿一同回来了 相比在美国教书 台大教授的收入只够节俭过日子 住在冬冷夏日的宿舍里 连芳语一边照顾女儿 一边埋头写作补贴家用 不久 他出版了第一本书 欧游杂记 中国小姐的光芒收起来了 连芳语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 随着孩子们陆续出生 他也越来越忙碌 连战是家中独子 侍奉年迈的公婆也是连芳语的重任 婆婆突然中风后 公公亲手将各种图障交给他 让他掌管起家庭财政 并不止一次拉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啊 替我们连家生了四个孙子 没有了后顾之忧 连战在台大一路高升 受到蒋经国的青睐 1975年 他告别台大 正式走上仕途 也是那一年 连芳语出版了散文集一连集 一连是连战为他取的笔名 连与连同一 恩爱可见一斑 多年来他自修文学 但博名利 不管连战在外边的成就多显赫 在他眼里 他只是他的战哥 孩子们渐渐长大后 连芳语去东吴大学当了老师 教授中国现代文学 每天晚饭后 全家人围坐在圆桌边 孩子们写作业 他准备教材 连战在一旁看报 幸福不可言喻 亦男亦女 亦夫亦亲 亦生亦世 结婚时的誓言 他们始终铭记 牵手几十年 连战回家第一件事 一定是喊连芳语的名字 出门在外 每天至少一次的电话 始终未曾改变 而每次连战住院手术时 醒来后第一眼 总能看到连芳语握着他的手 轻声安慰都好了 没事了 一起走过57年 连战感激连芳语 带来的儿孙满堂 幸福甜蜜 而在连芳语心中 战哥永远是他最重要的人 连战身家丰厚 就连理财劫税 也精打细算 位在台北市人爱路上的豪宅地宝 是许多名人的最爱 连战于2010年也一口气砸下4.6亿 买下其中C洞8楼两户 但连战买进的豪宅可不止地宝 连同一户较价3.38亿的顶级豪宅元大百月 连战名下豪宅市值逼近10亿 但这些豪宅连战已分别于2017年3月底 赠予过户给连胜文 连胜武和连永新 为的就是五月一赠税新智上路 把豪宅赠予子女 可让连战省下近2400万的税付 相当于连战90个月的月退金 对此 财经专家黄世聪说 连家之所以会那么有钱 最早都说是因为他的妈妈善于理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连战跟连方女两个人 好像也非常惊于此道 连家光是毕掉的税就高达2400万 这已经是很多台湾民众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由于一赠税新智上路后 过去10%的单一税率 改为三级累进税率 2500万以下 征税10%超过5000万 则征20% 比就只多出一倍 若以连战其中一户地保豪宅来算 新智上路前后 赠予房产给子女 税付就差了上千万 专家认为 以连家的丰厚身家 长期有会计师操盘 早早过户当然是结税的上策 黄世聪表示 其实在过去一年来 也不只是连家 很多有钱人都将房子赠予儿女 毕竟这是最好的时机 事实上 连战长子连胜文在2014年选台北市长之前 就曾住过地保一段时间 之后因朝运活动 考虑安全 又住回连战的一平大厦 如今 连战正式转让名下房产 让三名子女都成了豪宅的主人 这也让人不得不佩服连战的头脑 祝他们一家能继续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也希望连战能保重身体 早日恢复 早日恢复